再来关注地方新闻 NBA洛杉矶胡人队事隔10年之后 在上个星期日灾到夺冠 当晚素斯明的球迷涌向市中心街头庆祝 触发暴乱 而暴力分子和警察爆发了冲突 有8名的警察受伤 76人被捕 两人被楼弹击中而受了重伤 事件引起了对于警方暴力执法的讨论 而洛杉矶警方也将会从中吸取教训 为11月3日的大选日 前后都有可能发生的疏乱做好戒备 胡人队一直是洛杉矶人的骄傲 但在本赛季之前 胡人队已经连续6年无缘季后赛 来上次夺冠已经10年 上个星期日 胡人队不负众望 夺下了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第17次总冠军 洛杉矶大批民众和球迷在星期一凌晨时分 蜂涌至胡人主场Stables Center 场外约有1000人热烈慶祝 热场情绪高涨 但有暴力分子运集在球迷当中挑起时端 向在场维持秩序的警员 投掷玻璃瓶、石块等衙物 有人更趁机破坏财产并洗劫商店 警方以群众进行非法集会为由 要求群众散场 但只有少部分人听从 欢庆活动后来演变成骚乱 很多人沿街破坏 并且与警察发生冲突 据《洛杉矶时报》报导 洛杉矶警方随后拘捕了76人 1人涉嫌刑事毁坏 2人事源集警 73人涉嫌非法集结 数联中有大约30座建筑物被损毁 8名警员受伤 另有2人在警方暴力驱逐人群时 被楼弹击击 1名25岁的兼职攝影师 Manuel Berrandos 嘴巴被橡胶子弹击击 嘴唇破裂 跌了8粒牙 另一位22岁的球迷William Gonzales 右眼被击击 眼球破裂 可能要接受扎除手术 2名意外受害者公开商情后 在网上再次引发 对警方暴力执法尺度的讨论 《洛杉矶时报》调查发现 在过去持续整个夏天的 反警暴示威大型游行集会中 示威者即使没有使用暴力 亦同样被警方误伤 而根据现时的法例 警员只有面临过人生命危险时 才可以对私暴者使用暴力 不可以针对整个聚集的人群开火 洛杉矶非裔命也使命组织 帮助警暴受害者起诉洛杉矶警方 并寻求永久禁止警方对集会群众使用武器 与此同时 警方坚持非致命弹药能有效控制骚乱行为 如果不允许使用 任由现场形势恶化 最后的制止手段 会更加激烈 伤亡代价会更大 2020年的总统大选日 11月3日即将到来 今次总统选举选民分裂之心 近代少见 两党候选人似乎都不会轻易接受败选结果 各界都预估届时将可能出现 大规模的街头抗议示威 为了预防街头抗议再度转变为骚乱 洛杉矶警局已做好人员调配准备 要求警员事先调开休假 在11月2日至9日期间随时后命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 10月6日起床 2月19日起床 第二次